環保盡灘 雲林散場 散 今天我們協同所有縣府的一級主管 來到我們外散鼎州 那最主要我們外散鼎州 是屬於我們雲林縣的國土之一 所以我們帶來我們的這個門牌號碼 屬於口湖鄉 蛤蟆寮126至201號 那在這裡就是要告訴大家 宣示我們的主權 也宣示我們這個移動的國土 這移動的國土雖然一直在飄洋 但是還是隸屬於雲林縣 那我們今天來除了就是我們的海洋環境的一個保護 那資源上我們如何能夠有海洋資源的一個維護 我想這個部分是我們今天邀請以及主管 大家一起來商討外散鼎州 如何有更妥善的一個定沙計畫 讓他不要再繼續的外移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也一直在思考 那甚至外散鼎州之外 還有一個同山州 都屬於我們雲林縣 可以說是往外深的 大概隸屬於我們雲林縣12萬公頃的一個外海的國土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針對所有的海岸管理 那海洋的這個資源保護跟維護 未來在法令上面 我們各局處是大概會想出我們應該做這個海洋資源的維護跟防護 我們來進行這法令上面的一個解套 甚至在法令上面的修正 甚至如何來立定這些法令 來做好這個海洋資源的一個維護 那這也是我們今天來的目的 那最重要還有就是我們如何呼籲更多的這些外來客 如果有到這裡來的話 他們也希望能夠幫我們多帶一些海洋廢棄的這些垃圾 還有飄來的這些飄牛木 還有一些從其他國度或其他地方飄來的這些垃圾 能夠做淨灘的這個活動 那我們今天大概最主要是這些目的 希望我們今天的活動能夠非常順利也非常圓滿 能夠真正了解我們整個外山頂舟的一個生態 那未來我們的規劃的方向 未來規劃的這個目標 我們從這個時候開始來做一些未來的一個擬定 那淨灘就從現在開始